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做分享 記得我上一次有分享過用手機 我們用手機去做AutoShow的功能說明之後 有朋友問我一個問題 我們在行進間 會有車距無法正常顯示或無法控制的情況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怎麼去把它破解 那我答應車友們說要拍這個影片 不過影片開始之前我先說一下 一定會有很多的車友會覺得 啊這都看過啦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不過沒關係我要講的是 你看過不表示所有人都看過 那我們的車友一直陸陸續續在增加 我希望可以給新進的車友們一些 比較清楚的說明 希望是這樣子啦 不要讓大家更混淆這樣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破解 OK我們先回到這個4G 4G車機的這個畫面 記得大家看一下這邊有個4G 那因為我的車是E4 所以是4G的車機 那其他的一般Wi-Fi車機 可不可以這樣破 這個我不確定我沒有試過 那我就以4G的這個車機來做分享 首先我們來破解 我們在首頁 那我們按一下設定這個按鈕之後 然後我們進入了日期與時間 點進去之後呢 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有個時間格是24小時至 那我們把它點住 不要放開它 這可能要10幾20秒的時間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好我們在等待過程中 就只是這樣而已 就只是等 只能等而已 好大概230秒應該有 剛剛有一次不小心滑掉了 OK大家看到了嗎 我現在是已經解除的狀態 那你一開始打開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破解過 你會看到是這個 啟用安全模式限制 就是說像我們的GAMI導航 在這個限制下 安全模式的限制下 你是沒有辦法去做 比方說在行徑中 比如我到台北101 我忽然間要找一個停車場 我沒辦法找 因為車子要停路邊 可是又不能唯一停在路邊嘛 很多路段是不能停車的 其實就會有點困擾 只好想辦法摸一下 看能不能去控制它 然後去幫我們搜尋停車場 或者是設定下一個導航點 所以啟用安全模式 情況下是不能做的 那OK我們剛剛那個 按完之後進來這裡 停用安全模式限制 這邊看到了 然後按一下確定 這邊就有個警雨在這邊 那OK 如果你看到警雨 表示你設定完成了 那你在任何的行徑中 也可以在 你就有辦法去控制這個車機 應該是這樣說 OK好 那這設定就是這麼簡單 破解的部分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有沒有破壞保固的問題 沒有 因為你沒有動到任何的線路 或動到任何的硬體 你只是在軟體上的設定上 去做一個調整 那我也剛過1萬公里 我有回廠去保養 去保養 那我也跟那個 服務的專員詢問過 這樣子去做 有沒有破壞 保固的一個問題 那它的回覆很單純 因為我們並沒有去對 我的車上的任何的硬體 可以陷入做調整或變化 所以是沒有這個問題的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開始分享第二個部分 那還有朋友有一個問題 也在我上一支影片裡面問到說 它沒有辦法在行徑中 同時使用YouTube跟Google Map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用的手機是三星的A71 那我沒有用過其他支的手機 那這樣的模式也必須在Auto Show底下 所以因為在Auto Show底下 就直接告訴大家 iPhone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原本我是用iPhone 後來為了這個車機 我又去買了一支三星 這個是比較中階的手機A71 那我來設定給大家看 一樣我必須要用線去連上車機 我沒辦法用無線的 藍牙的部分只有辦法傳輸 現在我沒有接線 那我按 是會有音樂出來的 那這個是藍牙的傳送的部分 這並不是用線 但是我們看YouTube的時候 聲音是靠藍牙傳送 但影像的部分是靠線材去提供 那我把它接上線了 把它接上去之後 如果你的Auto Show正常使用的話 它會跳出這個 你要選擇連線的APP 那我會選擇Auto Plus Show這個 那我手機這邊也會出現一樣的畫面 但是它會問你是不是要做連接 然後把手機先解鎖 好那我們手機解鎖了 好就是這樣子 大家看到嗎 如果你正常連上來的畫面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到這邊來 大家看到地圖就是Google Map 那我把Google Map點下去 好那我們先搜尋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可以到 呃隨便 苗栗清乾粉原生 隨便 隨便找個地方 那我們按開始之後 它就開始尋找 OK大家聽到導航的聲音已經啟動了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按這個 欸應該叫Home鍵吧 Android的Home鍵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縮小成一個小的畫面了 那我就會把它拉靠近我 因為它畫面有點小 那字有點小 所以我會把它拉過來靠近我自己 然後這時候可以按YouTube 好的 YouTube是會正常的顯示 那你在行駛過程中 我先把聲音關小 你在行駛過程中呢 當你的導航需要提示你轉彎 或者是回轉等等的一個 語音提示的時候 它跟YouTube的聲音會同時存在 但是YouTube的聲音會降低 音量會降低 主要是以導航的語音為主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它雙重顯示的一個狀況 這樣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能清楚 那大家如果想要問我說 那我有其他品牌的手機可不可以做 我是這樣想啦 我認為大部分安卓系統的 應該都一樣 應該啊 大部分都一樣 但是有朋友問我 OPPO啦 或是一些什麼Vivo是不是 那些我可能沒有辦法看過 沒有看過啦 我手在裡面那個手機可以試 除非有朋友願意提供手機來 我來試一下 不然原則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一樣可以在畫面上做 設計上完全去控制我的手機的螢幕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有聽過很多的朋友反應過 用手機與車機做連線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穩定的狀態 坦白說我初期有遇過 那後來我發現是什麼 要怎麼說 後來我測試了很多的方式 我終於知道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呢 我們在Auto Plus Show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條線去接我們那個 充電板前面的那個USB嘛對不對 那事實上是線的問題 後來我發現是線的問題 它那個USB的插孔很鬆 你稍微車子一震動 它就跳掉跳掉跳掉了 但當機我是沒有遇過 它就直接跳掉了 所以後來呢 我就換了一條線 其實我買了兩三條線有 試試試試到有一條線 發現它插上去之後緊緊的 然後從此之後 我再也沒有遇到過坑洞 或是震動 或是車子轉彎轉得快了一點的時候 手機一甩一動 然後造成那個線接觸不良的情況 其實我後來發現真的 它絕大部分的問題 都是出於在線材的 跟那個USB孔的一個鬆脫 跟接觸不良的情況 那正常來說我還沒有 真的我講真的 我還沒有遇到過說 這樣子去連接看YouTube看什麼 會有點像鈍鈍的或怎麼樣 或者是斷線 沒有 真的沒有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問題是 Netflix 其實我也很希望它可以顯示 可是事實上辦不到 我認為這個是 Netflix那個軟體上 它的版權的問題 它不讓你投影出來 不過我之前有 有一支小米的手機 紅米五代 那支很詭異的是 它拿到車上 Netflix就可以秀出來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裡面的 軟體版本太舊了 那Netflix在後來改版對 版權做一些限制的時候 它沒有被限制到 所以那時候我拿那支舊手機上來 是可以播放Netflix的 大概是這樣子 好喔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 還是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我知道 我會盡量幫大家解答 不過不同品牌手機 我沒有把握啦 不過我認為 因為安卓手機的系統 應該都是大同小異在 手機裡面的 我想你們可能 照我的步驟做可能會 會有點 好像不熟悉 或許肉做哪些步驟 你們多嘗試一下 我是自己這樣試出來的 多嘗試一下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用的 畢竟車子買了 車機也附過來了 那莫名其妙就把它換掉 我是覺得有點浪費啦 那我希望把它發揮到最大的極致之後 幾年後 真的不行了 我再來把它換掉 OK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那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那請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好 謝謝各位 掰掰 比賽 每兩段都可以講 在家人中 鍋裡 我們來自家同就是 第一次 我們來自家 一個廉製之 我們來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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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自家